柯文哲到目前为止 所有我质疑他的事情 他通通没有回答 气气气 喉龙斌罕见在镜头前动怒 就是因为过去指控前市长柯文哲 放水金华城案却迟迟等不到回复 金华城案 柯文哲前市长怎么把这个容积率 增加到这种有史以来最高的地步 突立了金华城 都委会是侯一致 如果有任何柯文哲前市长 介入都委会来以此图立金华城 请实际的拿出证据来 台志光包括紫约中间 为什么预约母约 到现在没有回答 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任何时候我质疑柯文哲的事情 他从来不回答 为什么 因为他心里有鬼 心里有鬼这句话 我们要还给好前市长 因为现在台志光是真的有鬼 好前市长应该要向社会大众跟百姓 来回答问题 解释清楚为什么当时要签订这25年不平等的条约 蓝白两党炒得不可开交 但柯文哲在创造声量的同时 仍在布局2026 党内新成立中央政策会 期盘未来可以整合力院党团与中央地方政策 拟定2026 2028选举方向 根据台湾民意基金会做的最新民调 党内支持度的部分 有32.9%民众支持民进党 国民党则是19.2% 民众党占18.6% 值得注意的是 蓝白两党只差0.6个百分点进入死亡交叉 推测和520新总统就职效应有关 不过台志光案前后任市长互踢皮球 还是需要给市民一个交代 环宇新闻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